这绝对是日本最黑暗的成人童话之一 在泡沫战争数十年后的日本 东京化作满足富人欲望的快乐都市 只要你有钱 就能被允许参加某个秘密俱乐部的爱黑社交场 在这里你能完成你所有的愿望 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只因为整个国家的全是贵人 全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共同发现内心中的一物案 是最近民荒野无度在这里只是最无聊的场面 当一个人缴纳足够多的费用 就能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而届时俱乐部女神就会亲你 给你送上一个香吻 你内心中的欲望并会具象化 成为一种意能让你超脱于反人之间 没有人在意这究竟是如何做到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 为了所谓的最终快乐 可以连命都打赏 这就是秘密俱乐部存在的意义 给俱乐部提供资金和后盾的对象 是日本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天王抽集团 对于集团来说 俱乐部的另一层核心 是用来拉拢正观财戒的手段 身为俱乐部的支配人宠儿 由于手中掌握太多达观贵人的秘密 当这些共有的秘密 使这些人产生一体感时 天王抽集团将会愈发稳定 可集团的总裁 却是一位妖艳妩媚的中年妇女神权 昔日她是顶尖模特和演员 绝命的龙岩吸引了一位富豪的青睐 三年后富豪去世 她继承了财产的一部分 她的商业能力和她的美貌一样罕见 只有几年的时间 据说集团总资产已经超过国家预算 可即便是如此完美的女人 却也有让人无法理解的致命缺陷 她的亲生女儿神乐 每天都要遭受神权的欺凌 在家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仆人 所以神乐的长大 她的外貌变得愈发动人 可反观神权却逐渐苍老 这让神权病态的内心竟产生了嫉妒 净连饭也不给神乐吃 饥饿的她在校园内昏倒 醒来后向老师倾诉了内心的委屈 正义的老师决定到神乐家做个家放 但母亲狠狠地给神乐赏了一课 在金钱面前 任何正义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用钱买不到的 老师放弃了神乐 但是母亲答应了钞票 回溜溜地滚蛋了 也正视着病态的思想 成了宠物追随神权的信奉 她竟利用神乐来运作俱乐部 严格来说 俱乐部的核心是神乐本能才对 她就是俱乐部女神 当当富家大小姐竟被人催眠 每晚和不同人亲吻 可是当她醒来却又是躺在自己床上 她一度认为这是梦 和身体上的疲惫 却让她难以相信 经营轮的噩梦却也才刚刚开始 她的日常生活都被母亲安排妥当 似乎没有半点自由可言 她不知道自从父亲去世 母亲就与管家宠儿狼狈为奸 对她充满信赖的同时 也感到她作为男人的魅力 于是不惜培养她 能达到做自己丈夫的标准 宠儿组建的秘密俱乐部 她总不擦手 但正因为有神权在背后 抵她撑腰 所以当一位会员在缴纳俱乐部会费的时候 因为儿子偷拿了一张钞票 导致金额不对时 她可以狠心地将这个会员处死 甚至供然对会员儿子表示 想要复仇就好好赚钱 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买下她的命 神的就是出生在一个这样病态的家庭中 家族的信念就是钱可以买到一切 而这个世界病态的人不在少数 宠儿建立的俱乐部成了这些人的天堂 为了在这个能够实现所有欲望的俱乐部 他们扭曲自我 用钱来释放心中的油暗 可在这物欲横行的社会下 由于未叫杂恨的男人 却对钱没有什么贪念 他是一名战敌记者 毕生愿望是拍摄一张最好的照片 男儿施与愿违 她在战争中受到重伤 从那之后只能回到日本拍拍无聊的小新闻 而在最近 回到政客离奇死亡 杂恨的报社老板 根据线索发现了神秘俱乐部的存在 直觉告诉他 这些政客的死与俱乐部有莫大的关系 于是便委托杂恨跟踪 潜入 俱乐部的位置在东京的底下 杂恨看着眼前这宏伟的地下宫殿 还有映入眼帘的瞑目景象 就连在战场上看过无数血腥场面的杂恨都想呕吐 所谓的秘密俱乐部 竟只不过是政权与金钱的高贵奴仆们 丑态摆出而不自知的舞台罢了 很快杂恨便看到关键人物宠儿 直见他来到宫殿的正中央宣布 今晚的仪式开始 被催眠的神乐从宫中缓缓降落 被神乐的美貌吸引的杂恨 竟然不住拿出相机 拍下这一幕天女下凡 但也被宠儿他们发现 俱乐部的秘密绝对不能被公开 杂恨最终还是被守卫拿下 带到了神乐面前 传言只要被女神亲吻 就能让内心的欲望具象化 当杂恨被神乐亲吻之后 他的瞳孔开始放大 而所有俱乐部会员拿着刀 打算处决这个破坏一致的混蛋 隔下一秒 杂恨举起摄像机按下快门 镜头中的人与物竟凭空发生爆炸 对拍摄的强大欲望 使杂恨获得超多反能的能力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迅速冷静 破坏了俱乐部的大灯 趁热带着神乐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当神乐恢复意识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的服饰 近于先前梦中景象一样 他才意识到这些时间做的梦 都是真实发生的 他渴望自由 再也不愿回到那个宛如地狱的家中 可施语认为杂恨被偷袭遇害 神乐最终还是被带回家中 能醒来后却被告知 昨晚的一切都是梦境 他的房间也变成宛如牢房一般 因为被催眠的缘故 使得神乐分不清现实与梦 可当从杂志中看到了 昔日杂恨拍摄的暂地报道后 梦中出现的人在现实中存在 神乐这一次坚信 昨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可想要逃离这个地狱 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 但幸运的是 杂恨遇害后并没有死 在生理恢复后 他脑海全是营绕着神乐的身影 那个苦命少女 向自己哀求希望获得自由 成绩许久的内心 因为神乐而变得胡诺 他开始研究身上的能力 发现特殊的并不是相机 而是他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 可碍于俱乐部背后的势力太过庞大 杂恨只能先进行调查 从一个会员口中得知 俱乐部的运作方式 是让会员免费体验服务 等前进的喜悦中 而不自拔时再收取费用 届时没有人能拒绝这等诱惑 脚弹的费用越多 能得到的服务也就越高级 许多人为了心中的优案 而不惜向俱乐部借了高额会费 如果不按时偿还 并会被剥夺全部财产 甚至是生命 之后杂恶伪装成神乐的家教浅路 最终利用滑翔伞带着神乐逃离 但能使用异能的人可不止杂恶一人 同样被赋予特殊能力的还有一位舞者 他的内心欲望 是可以跳出更完美的舞蹈 所以需要特别搂软的身体 在被神乐亲吻后 便使全身如橡胶一样搂软 他收到追杀杂恶的安排 所有在俱乐部或者异能的人 在必要时都得听从俱乐部的安排 杂恶也从他的口中了解到 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异能 被女神亲吻后的下场 大多数人都是无法承受痛苦而死亡 可只要撑住 最后不仅能获得异能 还能拥有不死之身 舞者欣赏杂恶同样是艺术家 所以自大的透露异能者 只有攻击头部才能致命 最终舞者在追杀过程中被杂恶杀死 他穷心一生 只想跳出一个完美的舞蹈 可获得罗软的能力后 却是再也不能以常人模样上展台 没有观众的舞者 到底算不算可悲 就像喜欢摄影的杂恶 却从此也不能随意拍摄 当欲望被具象化后 似乎也并不是好事 每个人都有欲望 虽说是因为欲望 才创造出了不同寻常的世界 可其伴随的危险也显而易见 但能对欲望的不满足 就会想要得到更多 即使失去为人的根本 也在所不惜 因为喜欢钻石的明月 在被神的亲吻之后 便得到可以让身体变成钻石的能力 可是对钻石的欲望 却变得愈发强烈 丈夫为了满足她的欲望 更是编满所有家产 甚至最后购买高额保险 不惜用命去换取大量钻石 来满足对明月的爱 在明月的世界观中 一个女人的价值 取决于是有多少男人盯着来决定 明月为了回应丈夫的爱 常让自己玩弄钻石般闪耀 因为钻石特殊的原因 杂恶的能力对她不起作用 她奴走的神乐 并不打算交给宠儿 为了钻石 不惜背叛俱乐部 可最后的下场 就是被宠儿无情处死 但神乐也被杂恶提前救走 多次逃光让杂恶明白 拥有特殊能力的人 还有很多 这些人的内心都产生扭曲 之后杂恶还遇到 对美丽双手有严重执念的钢琴家 以及喜欢大长腿的二区位署长 他们都是在社会上 有着举重诺青的地位 但在不为人知的暗处 却进行着令人作偶的癖好 神乐无法接受这些人的变异 都是自己造成的 为了安慰神乐 杂恶决定带她到 自己认识的医生那边 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神乐的大脑 竟有一颗肿瘤 初步估算只有半年的寿命 可由于设备简陋 所以无法对神乐 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也无法分析身体变异的原因 虽然是逃亡生活 可对于从没有体验过 自由的神乐来说 这次外出 是她15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她拿出一张母亲 与陌生男男的合照 请求杂恶带她去上面的地址看看 那杂恶没想到的是 这只出行 竟让他们无限接近 关于身体变异的真相 照片上的地址 是一家温泉别墅 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母亲神犬 还跟神乐讲述了15年前 发生的事 那时候的神犬跟照片上的男人 经常来这温泉别墅游玩 男人约定 在这别墅完婚 可是到了约定之日 却不请男人踪影 神犬不甘心还多等了几日 可最终还是无果 但在神犬离开后没多久 男人便慌忙出现 只要神犬离去后 他也没有去寻找 而是留下交给神犬的信和照片 就失踪了 等他再被找到的时候 人已经惨死 一只手臂也不知去处 从留下的信得知 男人名叫小田园和树 是一家研究所中的一名生物科学家 但这个研究在15年前就已经关闭了 杂尔根据调查也确认一致未至 可没想到宠儿他们也找到了这里 这一次 杂尔终于知道宠儿控制俱乐部的真正手段 他的能力是控制全身血液 是目前出现的变异能实力最强 幸运的是 他再次找到机会逃过宠儿的追杀 但不幸的是 他最昏迷后被警员银座发现 这个女人从小生在浮育的家庭中 因为家庭环境而形成个人主义 生死男人的强势性格 他想得到东西就必须得到 绝对的拜金主义 却在偶然中遇到对钱真的没有兴趣的杂贺 关键对冲后 让银座对杂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他最近也调查出杂贺和神乐 纠缠不清 一直找到神权商量 只要他能带回神乐 就别再找杂贺麻烦 可怜的神乐就将被送回地狱 被送到生物实验室进行最终实验 原来所谓的变异能 都只不过是遗传生物病毒造成的 这一切的真相如今只有宠儿一人知晓 他一能这么久终于可以开始行动 先是处决了神权背后的靠山 在他最无依无靠的时候表达爱意 这个被男人伤过心的女人 终究在内心中能就保留伊斯罗 他无条件地回应着宠儿 当年那份感情 他至今都不会忘记 他本来只是一个18线配角 但却被一位女社长看中 而决定好好培养 他带着神权找到最优秀的医生进行全身改造 而这个医生就是小田园和树 两人日久生情可最终却没有结果 拾黄透顶的神权带着身孕嫁给了富豪 放弃了顶流明星的光怀 可着任性的行为却让女社长认为 神权背叛了他 再次寻找神权的途中而发生车祸 虽然保住小命但却神志不经 于是神权便收留他 过去那么多年神权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改变他一生的两人全部发生意外 内心的不安也让他愿意接受宠儿的爱 但生性多余的神权却决定测试一下宠儿 当你把没有子弹的手枪对着神权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太过愚蠢 从小田园开始就不该信任任何人 只有金钱才能带给人安全感 一直以来对神乐的欺凌也不是嫉妒 而是每次见到神乐都会让他想到 那个欺骗自己的男人 宠儿的背叛让神权决定归影 但宠儿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需要集团的势力 于是便当了神乐的面杀死了神权 在临死前神乐将小田园没有欺骗他的真相说出 一旦女皇带着微笑落幕 可悲的是小田园失踪的手臂 竟被移植在宠儿身上 无法与希腊的爱人相聚 却又以另一种形式被希腊的爱人杀死 神权的一生到底该说幸运还是不幸 这不得而知 但神乐却即将面对不幸的遭遇 因为宠儿想要掌控集团 就得跟身为集团继承人的神乐玩婚 这个冰坛的男人为魔朵家产而阴嫩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做成在富裕家庭的宠儿原本生活非常幸福 可在某天清晨 他却亲眼看到父母被人吊死在屋里的场面 大门往往走进几位陌生人 他们表示宠儿让父母欠了太多太多的钱 既然人已经死了 那么剩下的钱就得负债子偿 妹妹一连天真的拿着玩具钞票表示自己有钱 可换来的却是被这群陌生人奴走 留给宠儿的只有妹妹正常的白银河 他也被卖到战地前线当雇佣兵 想要活下去就得把敌人杀死 身负重灾的人都被扔到了战场 他们抱着活下去和回家的信念 拼死与敌人战斗 然后过了数年 与宠儿同一时间加入的雇佣兵 只剩下他一人活着 他好不容易等到了最后一个任务的到来 只要顺利完成 就能解放回家寻找妹妹 可这一次的任务 竟是前往一座小岛上的生物研究所 里面孵化出各种各样恐怖的奇珍异兽 这些都是遗传生物病毒制造的失败品 然后数量太多 宠儿一行人的命运似乎只有死亡 但从天而降的一颗巨星炮弹 却炸毁了这座研究所 所有行动的人都被一并处决 或许从一开始 雇佣兵的命运中就没有回家遏资 在最后的任务被安排的都是必死的行动 可宠儿幸运地吊着一口气还活着 妹妹珍藏的八音和传出月儿的音乐 或许是这声音让宠儿的意志变得坚定无比 他被研究所的救援部队找到 又被身上感染研究所迟早的病毒 他成了唯一的标本 最终被送到小田园研究所 进行最终实验 身体破损的器官就用那些战死的士兵身上剥夺 在一只玩小田园那条手臂之后 这个恐怖的生物实验仅宣告成功 但因为最后被国际组织发现而被清算 但宠儿的变异已经完成 一人解决完国际军队后便回到日本 开始准备复仇计划 他抛弃了自己过往的身份 利用变异后的武力征服了地下组织 在拥有一定权势后的宠儿不断寻找妹妹 可当他没想到的是妹妹竟被卖到了贫民窟的花楼中 此时的妹妹已经神志不清 见到哥哥还以为是像往常的客人一样 主动用身体银河去讨好客人 即便看到那个曾经最珍贵的八银河也熟视无睹 在妹妹眼中只有钱才是他活下去的根本 看到如此痛苦的妹妹 重用了双眼流下了血液 他知道他的妹妹已经毁了 所以他决定帮助妹妹解脱 坚守送他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而妹妹会变成最富样子 除了那些人都过错以外 从而连这个肮脏的世界也一并憎恨 为了复仇而攀附仇家势力 天王洲集团的前身足利集团 就是怀大家庭的关键之一 现如今集团首脑神圈已经被他处死 而他的女儿神乐 成了他复仇的关键 神乐的复兴小田园 这是那家制造生物病毒研究所的主要人物 所以自己手臂和神乐身上 都带着保留下来的研究成果 身体内的某种物质 会与特定病毒接触 发生反应融合 而产生身体变异 宠儿组建了秘密俱乐部 表面是让达官贵人 只醉精明荒用无度的场所 可实际上 是用来接近控制高层 以及寻找身体 拥有特定病毒人群 宠儿从神乐附近那边 得到了恶魔的力量 而神乐就是恶魔基因的催化剂 为了让计划完美实行 他必须与神乐完婚 彻底掌控天王洲集团 被邀请的政客高官 都收到这份婚礼邀请 虽然这次婚礼被人破坏 神乐被人奴走 可在法律上 宠儿已经和神乐完婚了 他成功掌控了日本最大财团 天王洲集团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一次在外出收账的时候 男人一直无法凑齐献款 按照规矩 没钱就得用命来偿还 可男人的女儿 就突然拿出一大玩具钞票 这一幕当宠儿想到 妹妹昔日的举动 对妹妹的撕裂 让一向狠心的她 放过了男人 可男人却在夜晚找到宠儿 误以为宠儿对玩具钞票 有所执念 而想用玩具钞票与他换钱 在意识到自己搞错情况后 却误会宠儿是对他女儿有所贪恋 竟打算将女儿送到宠儿身边 而这一句话却让宠儿彻底暴走 毫不留情地直接杀死男人 在宠儿眼中 这些金钱的奴仆们都是该死之人 而宠儿的暴走 也让她的身体瀕临崩溃 所谓的恶魔之力 只不过是身体被生物病毒改造基因 从而获得超多反人的力量 其代价 是每次使用力量都有被反噬的可能 当身体被病毒侵蚀 破坏到一定程度就是死亡 宠儿的身体已经无法再用 现在科技治疗了 她的计划必须立刻执行 如今她已经通过各种手段 汇聚有上百兆的现金 等各种资产 全部放在天皇州集团的大厦里 而眼红的首相议员 则对此表示相当不满 他们对大量的金钱和那 可以肆意宣泄内心幽暗的俱乐部 充满兴趣 所以打算将宠儿的所有 全部变为国有 而这需要先挪走神乐 毕竟神乐是整个俱乐部运转的核心 首相败出军队 偷袭宠儿 可却被全部反杀 她再也不藏着业者 整个日本绝大多数的现金 都被她一人掌控 她的复仇计划 就是要毁掉这些现金 来冲击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直达到国家破产的目的 神乐就是欲望的加速器 让所有人的欲望膨胀 在亲手将她毁灭 她置身一来来到首相这边 一直在帮助神乐的杂贺 也出现在这里 她想要救出神乐 可却根本不是首相的对手 然而首相在见到宠儿后 都还在幻想纸醉机迷的美好生活 手下就是当年害死她父母的主谋 最后宠儿要带走神乐 虽然神乐如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但宠儿认为她跟神乐 是痛苦与欲望的根源 身为恶魔的他们 本来早就该死在战场上 而神乐也不该出生 一切的罪恶都要用他们两人 划上句号 全国各地都在播放 宠儿杀死首相的持播 而主持大军的那些大臣 全被宠儿困在那弥难的 俱乐部出不来 杂贺在想了很久后 才明白宠儿的复仇目的 于是联邦找到宠儿 要带走神乐 因为神乐是无辜的 一直以来 神乐的存在 都是宠儿妹妹的替代品 宠儿要神乐代替妹妹 见证这个世界的毁灭 然而杂贺却说出了 一个让宠儿震惊的秘密 当年在研究所爆炸的生还者 还不止宠儿一人 身为战地记者 杂贺当年就潜入研究所拍摄 可却被炸弹波及 手伤惨重 在被军队发现之前 被人救走 他也早该死在那场战争中 宠儿一直以来的理念 就是错误的 就在两人爱打算争论时 一个炮弹 却到两人分开 国际组织发现宠儿 就是当年被灭掉的生化武器 于是派出大量军队 杂贺趁乱找到了神乐 但宠儿却穷醉不舍 他必须带着神乐 一起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而杂贺的身体 也被病毒侵蚀 眼睛只能在最后 使用一次力量 但这最后的力量 就用来阻拦 偷袭宠儿的炮弹 这一刻 宠儿看着面前 倒地不起的男人 竟产生无尽的共鸣 他带着杂贺 离开了这危险的区域 独自一人来到大厦 与这手不清的现金财产 一同掌身在火海中 世界金融危机 彻底爆发 金钱作废 黄金变成交易筹骂 而故事 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神乐大脑的肿瘤 在后来找到办法治疗了 他独愿地得到自由 得到与杂贺的爱 这是2005年上映的番剧 急速射杀 整部剧中还有大量腐朽 贪婪以及人情堕落的描写 宠儿的复仇 其实只不过是消灭了 人类对金钱权利的欲望 而堕落的表皮 他依旧没有改变任何 在他看来 只要解决掉 造成国家失去良知和道德的 魔偶推手 就能进化世界 有人吐槽这部动画 狠狠暴力 可至少 大多数人看完后 都会被其深度的剧情 所吸引 而呼吁了这些 无关紧要的东西